10万个比特币 他也没想到这东西成了他这个财产的主要的一个部分 买了买了以后 这个这个这个这哥们 反正这哥们很少在币圈出来 但是买了币的人一般都不瞎逼一笔 就说 没有币的人天天搁这瞎逼一笔 天天你这采访 这个项目方那个项目方 只要在币圈天天创业的人都没币 有币还创什么业呢 对不对 你看我就没有创业 我没公司 我没员工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所以呢 就是简单说这意思吧 那没办法的人才创业 那有币的人是不创业的 不要跟我谈什么理想情怀 有那么多币你还创什么业呢 对吧 不创业 然后呢 就这个FBI这帮这批币一卖 中国币圈 好 真好 比特币 真牛逼啊 看来这比特币是被认可的这么多机构在买 这一定是有价值的 然后当时候呢 17年 17年之前 有ICU之前 我告诉你 当时候中国的币圈天天都在翻译 做字幕读 翻译读 就是美国只要有什么新的东西 就把这东西翻译过来 然后说 你看美国什么时候说 美国怎么那么说了 当年我们太不自信了 因为当年我们还没有这个什么一带一路 还没有这个中国崛起 还没有信心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中国直接搞了一个数字人民币 DCEP 已经在深圳罗湖 还有苏州市行了 就是区块链技术 我一哥们就在那里面负责这负责人 真牛逼 美国还没有把美元发成数字人民币吧 数字美元吧 是吧 但是这个中国已经 国家央行来发行数字人民币了 哎呀 我这就就讲到了现在了 我还没过去还没讲完呢 回来接着讲过去 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种是有币的 一种是没币的 你属于有币的还没币的 大幕上打一遍 公屏上打一遍 我看没币的 没币的 就是老实说没币 哥们没币 没币扣个一也行 没币扣个一 我看看 有多少没币 没币是正常人 没币是正常人 扣一的人都是正常人 扣 就是有了币的人很不正常 因为有了币的人 为什么不正常呢 因为有了币的人都 都是投机分子 极其 立即的投机分子 都是投机分子 极其的投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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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 我给你们讲讲 就是没币的人 你可以 你可以去 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为什么呢 你可以去 享受一个 从无到有 慢慢的去 赚钱 去投资 去创业 经过 比方说 十年 二十年的努力 终于 财务自由了 然后老了 退休了 你可以完整的享受这个过程 有币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生 五年 七年 财务自由了 特别的空虚 人去 人生失去了意义 没有了方向 就无所事事 一夜之间就财务自由了 你才有啥意思 人生缺少了 这个奋斗的过程 躺着就赚钱了 所以呢 这个 不建议大家去买比特币 买了比特币 卧槽 你就财务自由了 完了你就 这个 没什么意思 特别没意思 我身边的人 好多 这样的买了比特币 就 颓废了 生命失去了意义 提早进入了退休年龄 特别没意思 特别没意思 这个行业的 这个 OG 老炮 这个 都不是正常人 就拿着到现在 拿着比特币 这个 拿着比特币还不卖的人 就是一群疯子 我认为 就是 就是 怎么叫疯子呢 你说他妈的比特币 他是500块钱买的 1000块钱买的 他就是6000块钱买的 他也现在一个卖了呀 对吧 怎么着 也能卖几亿美金出来 就是什么 他们不卖呢 怎么傻呀 是不是 2万美金一个了 1000美金不到就买的 都涨到2万美金还不卖 对不对 这群人是不是疯子呀 就是 我告诉你 他们就是疯子 就是傻逼 就是缺 脑子里缺根精 就是 就跟我一样 正常 正常人 成人能干出这种事来吗 正常人能干出这种事来吗 正干不出来 好 过去的比特币的历史 就是一群屌丝 暴富 然后又回到屌丝的过程 这个后半部分 为什么从 这个 为什么又从 暴富变成屌丝了呢 那就是 我要重点讲讲 这个部分 你别看大家在这 这个 赚的钱 很嗨 但你没看到那个 你只看到你 就是贼吃 我没看到贼挨打 你知道吗 就是进入币圈以后 有各种各样的机会 有各种各样的坑 等着你来舔 等着你来跳 你跳完这坑里 你跳在坑里头 没人拉你一把 很正常 明白吗 你跳坑了 大家围着坑看一下 你那傻逼跳坑了 然后大家继续往前走 没人拉你一把 明白吗 这就是这个行业 所以呢 大家连这个坑 连这个井盖都不给你盖上 接着有人跳 最大的一坑 就这个期货 交易所开了期货以后 这百倍杠杆一弄 一把 百分之一就 就爆仓了 你知道吗 很多人就这么被爆仓了 有的人很牛逼的啊 都被爆仓了 就是赌场就这样的 专制各种不服 你不信是吧 赌场怕的是 你不来 不怕你赢钱 你知道吗 你赢钱了 你肯定还会再来 直接把你曝光了为止 输光了为止 是吧 为什么比特币最近 就是这个这个 最近来了一波这么猛的上涨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一哥们被抓了以后 不是被抓了 没抓 一个叫OK的一个交易所 矿使人配合调查去了 被合调查的期间 比特币就暴涨 为什么 你们想想 为什么 好多人猜啊 说这哥们 这是期货 全中国最大的期货平台 所以呢 他一被抓 这个这个这个 没法做空了 比特币就涨了 胡扯 哎 这是胡扯 我这哥们特简单 哎 就是做技术出身 从来不操卡 控制不住比特币的价格 比特币的价格 如果能一个叫 信徐的 叫明星的一个人 就能控制价格 也太扯淡了 是吧 啊 那比特币是 不是一个角色决定 就是比特币 到目前为止 所有人 进来的 你别看他们 挣的钱多 还无自由 但是他们 都在一个名利场里面 天天待着 只要天天在币圈里干事 就有各种各种坑等着他 啊 一定会把他的比特币收光 大部分比特币人的现状是什么呢 手上拿着一堆山寨币 啊 山寨币的一堆啊 但是呢 比特币没了 山寨币呢 越来越缩水 越来不值钱 比特币呢 越来越贵 就这么一个阶段啊 大部分币圈的人 所以说你们没币的人呢 不要 看币圈 是这样看他 应该这么看 因为他正在坑里呢 这样看这么看他 啊 你们都在坑里面啊 你们进入币圈的话 千万不要跳坑 也就是简单说 不要买山寨币 山寨币都是这么一个节奏 一般山寨币是这样上 然后这样下 跌成10 山寨币就跌零是很正常的啊 归零就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千万是进币圈 就只买一个比特币就完了 就不要 现在一个比特币有点贵 12万人民币 一个比特币都2万美金了 啊 对于很多人来说 尤其我们华人朋友们啊 买一个比特币还是有点 有点累的 我建议呢 呃 你 你就买一个 买着玩玩 完了 那就别想别的 一个 一个也很多了 对不对 一个也很多了 啊 假如比特币很牛逼 你买一个不就完了吗 一共全世界的2100万个 除了丢了那个 还有被 被被被 除了丢了的 还有这个这个 被冷钱包里面 作废了的一些币 丢了私钥的那些币 那大部分的币 现在也就只有一千万个币 一千万个币 你有一个 一千万分之一了 可以了啊 要那么多币干啥 对不对 所以 我的建议是 你们 千万别进币圈 进了币圈 不要跳坑 坑 随时有啊 所有现在在币圈里 里边的人 就是比特币 没了的人多的是 大部分都拿了 一斗是山寨币啊 所以说 比特币的人都是 先报 你们看到比特币 先报复 然后又结成屎 所以你们看看 他们笑话就行了 啊 我也是其中之一 啊 不是说我被别人高明 就是说 我也是跳过无数坑以后 我现在是拿比特币 其他要不动 啊 好 这是我说的 比特币的过去 啊 这个过去的里面 有一些事情 你们还需要了解 啊 好多人在美国的人 不太清楚 咱们给他们做的科普 他们不知道 中国有一个 中国14亿人里面 有有亿亿的人 是专专业同事 一个行业的 就是直销传销 这个行业 或者叫资金盘吧 啊 这个行业呢 给他们简单普及一下 原来这些人呢 是卖安利的 啊 卖梅林凯啊 这种行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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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